有件事是這樣的,馮劍基我們不停地找他 當然我明白的,我都試過很忙 傳媒打電話來我聽不到 或者有時候覺得我都不太想回覆,我明白的 但是如果太久是這樣,就只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對傳媒很敵視 因為我也試過的 文匯報有個女記者被我罵過的,因為她歪曲我那些事 要不就真的很忙,馮劍基兩個原因都有可能的 很忙,在吃早餐,在拍單張不聽 如果他再不打來,就是說不知道的 我現在就呼籲了,就打上來 你自己打上來吧,幾點鐘 我想交代一下,今早早已經不是第一次找他了 講回今早先,今早我們發了WhatsApp給他的 他看到的 另外打了十次左右 都是響,接著就不接電話 其實今天也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我們試過有一次找到他 找到他,他就說我今天開茶會 不說了,你們一天就來茶會 Anyway,我們都多次找 我們會希望 今天我覺得和以往也不同 今天你已經報了名 你應該面對群眾 你經常說自己是民主派 你面對群眾 如果持不同的意見 你昨天一條聲帶都出來 他昨天訪問 報紙都見了報 又說他提早報名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防止人們弄虛作假 我真的想搞清楚 是否持不同意見的就是弄虛作假 他自己說的 很簡單 一句到尾 說來也浪費時間 醜婦終須要見家長 所以你決定了 在整個競選期間 不接受D100的訪問 就說清楚 沒有浪費時間 我完全明白 因為如果有一個人覺得 有個媒介敵視他 他就不會接受媒介訪問 是 他是不是接受那些 他覺得友好的訪問 我們也有理由 相信他可能是這樣的看法 我沒有理會他 但是要交代清楚 茶杯找過他 左右也找過他 但是他每一次都 用不同的方法去拒絕我們 總之找不到他 那我們繼續找他 老實說 那我們就呼籲 如果聽到你就打上來 任何時間 你傳媒不是大了 人家有權不接受你 當然 人家沒有空 當然 但是還有漫漫長路 現在才是11月才選 那你怎麼會怎樣 怎麼可以這樣說 除非他就說 有些傳媒我不接受訪問的 這樣也可以 說清楚給我們聽 好像我這樣 文匯不要找我 文匯這張報紙是不入流的 說了 當日被人罵我 說我罵那位女記者 和敵視傳媒 我說不是 我敵視差的傳媒 如果馮劍基是持感的立場 也不要緊 因為一個人 是有權接受 還是不接受訪問的 我覺得 不過 如果你有什麼理由呢 那你講一講就可以了 很忙 很忙就等你 我們去到十點多 不是一大把時間 慢慢 還有很多日子 我相信我們始終都會找到他 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太辛苦 雙方都無謂 其實如果你有聽 我剛才都很公道 如果馮劍基是一個自稱 不離不棄的民主派 那民主派就要考慮 如果共產黨連續DQ所有人 剩下一個在場 那你怎麼搞呢 這些完全不是義氣說話 對 不是義氣說話 真的可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對 很簡單 陳愛欣又找到嗎 陳愛欣應該我們都在找 沒有找到 陳愛欣說左中右都聯絡 是不是 那我是什麼呢 陳愛欣小姐 我是什麼來的 我是火星人 是不是 快點通宵啊 陳愛欣 你不要 你不要經常 因為你突破潛水界限 馬時亨已經保持紀錄 要很厲害的 陳愛欣 是不是你做得 那些 做得官多 你認識了這招 叫做潛水呢 嗯 是不是 他昨天有說的 他昨天報名大會 他說過去也有跟個別的泛民議員 電話聯絡 如果根據這個 他做官的時候 跟所有人都有聯絡 我就沒聽過 我沒聽過 可能 他的聯絡也是這樣 他有你的電話 打過電話給你 你聽不聽他 都是叫他跟你有聯絡 會不會這樣 我不知道 如果用他的邏輯 那些一百就糟糕了 我們跟左中右都有聯絡 其實我見高永文都少 因為高永文 這個 我都很少見他 我覺得他的人很傲慢 他只有兩招 高永文 擺起學者款 學者從政其實已經不是學者 假裝慘 如果他是學者 學者從政已經不是學者 除非他不從政 走回去做學者 這是混亂的 你自己都已經進去做官 還擺什麼 什麼樣的拍頭 是不是 比你的人有很多 好像以前 另外一位 現在回到港大做的 我都不記得 梁卓偉 沒有學術成就嗎 他做副局長 都被人秉 要麼 要麼就撫起臉 就是假裝慘 是不是啊 只是疫苗事件 老實說他真的是救運 他的錯 沒有一個很大的後果 疫苗不夠笑死人 我們沒有錢還是什麼 是不是 連年猜錯數 還有一樣 在他治下 我們的醫生留室 公立醫生的留室 沒有降低 是不是 我們的醫療的改善 不是很多 是拿了幾百億來說 在若干年後 改建那些醫院的 就是阿哥 是不是 可能我已經骨頭打鼓 不如 高先生 你不如這樣吧 給我骨灰磨算 骨灰磨算 骨灰磨算 老實說香港人就是這麼蠢 撫起臉 好像那些狡猾的男人 他出去滾 給我老婆餅 那時候撫起臉 我兩家很慘 我多喝兩杯 有時候出去應酬 小筆麵尖花野草 是不是 小男人 其實都是看外表 小男人我覺得很差 因為他外表好 所以昨天就找他出來擦 你怎麼會找陳 他最初就考慮自己選 那就是自己沒有勇氣 去接受這個挑戰 叫自己的馬 去接受挑戰 是不是很簡單 你經常都 那時候說出來 選舉不選 那時候都是這樣說 是我要想為香港人做些事情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想做 我講了很多次 要不就跟林鄭說 我膽人頭 我斬人頭 一定做得到 你給我做局長 如果做不到 我辭職位去解僱我 那林鄭說不用了 高醫生 你有多少資料 我知道 是不是 那沒辦法 那老實說 現在陳肇始是一個護士 你明知道一個護士 是統率不到醫生 那你都不跟林鄭說 不如我捱兩年義氣 是不是 強國元 都捱了一年多義氣 就是DQ我們 他做到尾 一地兩點做到尾 是不是 高永文 在說什麼 說什麼 不要裝作 他昨天出來 他稱讚陳凱欣 怎麼稱讚 他說他有正義感 當然有正義感 他說 陳凱欣不管你是誰 這件事是對的 就幫這件事 麻煩你證明一下 陳凱欣以前出過什麼 和你自己激變嗎 原來他做這個正座的時候 是和你激變嗎 你不是吧 那可能他說幾年來 都沒有和陳凱欣有不同意見的看法 他說有激變 他說有 有啊 正如說有啊 好像有激變 有什麼激變 高永文前局長 激變過什麼問題 他怎樣影響你做了決策 是不是和你激變 就是說 藥苗太多不用再訂 你聽了他說 他誠了你 阿哥 麻煩你找陳肇始出來評一評他 陳肇始是副局長 叫陳肇始出來說說 是不是 現在陳肇始代替了你 到底是你無能 你看陳肇始現在已經這麼無能了 林鄭月娥是不是覺得你無能過陳肇始 所以叫你走人 叫陳肇始頂你 你有沒有和林鄭月娥激變呢 你兩位 是不是 講這些浪費時間的事情 你很小叫他走你就走 你敢出聲嗎 高永文 阿哥 等他做政協吧 你還有什麼要說 是不是 很簡單 那你 陳肇始跟你執政的理念有沒有不同呢 他替了你 到底你是不是覺得 已經無得做了 走 還是林鄭月娥叫你走 那陳肇始為何不選擇陳肇始 因為難得人才 陳肇始為何想為香港人做事 為何不留任做副局長 那樣事情 那要做副局長 就是不行 是不是 不是 高永文昨天有說 他說什麼 在政府工作很多事都未必說得到 他昨天有說 那你的政府無能 他出來選議員是好些 他自己人不選 不是很簡單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為什麼政府DQ議員 那時候你說對 是不是 你現在的政府就是DQ反對派 你自己叫人家要反對派的 不是我安的 那是Position 那當然我們香港的反對派就是假的 因為Opposition的意思就是 將來我有機會你做Opposition 現在不是永遠的Opposition 永遠的反對派 這樣很簡單 那如果你高永文說得這麼 就在政府裏面說話不行 你是不是認為議員權力大過政府 你又說謊 因為由政府去副票 行政主導 對 設計上行政主導 第二 就是 你就是負責 陳可欣就是負責副票的 你以為你真的拿到民主派的票嗎 就是找邊編去邊編的那些保皇黨 準時上班 沒有睏眼睡 就是這麼說 你如果陳可欣還是組議員 影響力也有限 做到什麼 可以做到什麼 你看鄭詠遜就知道 做花瓶 你真的沒問過你阿爺 可能你阿爺都不想你做花瓶 多你一個不多 少你一個不行 還要浪費米飯 還可以說什麼 這個鄭詠遜 老實說 下次應該找一份好工 做港鐵主席 潛水冠軍 霸時刻 逃手前衛三十日 不是搬龍門專家嗎 逃手前衛三十日 現在人家叫你看十年後的高鐵 看現在 短視 哪有經得起考驗 說的話 你一刀劏下去就劏了 你們這麼喜歡為香港人服務 根據行政主導的原則 根據你們的權能 怎會有權不用 應該回去做局長 就不應該做議員 去應付反對派的 無理取鬧 是不是 多餘的 你六十分一就可以嗎 是不是 你六十分一可以嗎 而且你還說明 陳凱欣 我是中立的 那民建聯不聽你說的 那你怎麼說 每個人都說是中立的 每個人都出來選的時候 說自己是無黨派 是政治助理的時候 沒有新意 還可以去編他 去編他的黨 編那班的保皇黨 民建聯 是不是 因為你是政治助理 聯絡不到你就上報 副局長和局長 局長 局長就上報司長 司長上報特首 特首上報中聯辦 雖然間慢些 那麼中聯辦 這樣就說了 我是李剛 我不是 不是我 不是我吧 我是 我就是 你敢嗎 很簡單 陳外印 高永文 很適合香港人 他們這些人每次出來選 其實都是那些 香港分化 有對立 很簡單 我出來團結大家 怎麼團結 很簡單 以前那些女性出來 封住場所做事 都是有另一個說法 你做什麼 我去做武小姐 PR 公關 援交 全部都是這樣的 現在老實說 陳小姐也是傳媒中人 當然 很明白這個道理 Spring doctor Spring nurse 一個是Spring doctor 一個是Spring nurse 一個是Spring nurse Team of SPRING 是嗎 很簡單 為你突破偽善的界限 很簡單 他就說明突破了 大哥 抄襲 偽善 是嗎 浪費時間 他也是跟回前人 很簡單 我現在想問陳外印 是不是不接受 這個 建制派的祝福 你中立 大哥 瑞士打仗 喂 不要說這麼多 瑞士打仗的時候 我說明是中立的 瑞典你不要打我 兩邊都不幫 雖然他兩邊都做生意 不要玩這些東西 中立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應該出來 就是兩邊都打 人大八三億 人大釋法 DQ縣是不對的 被人DQ縣又不對的 他們怎麼表態 那什麼叫中立 他都是跟大隊的 有獨立思考嗎 是 大哥 他們那個陣營已經不能說獨立 連思考都已經一早沒有獨立 獨立當然不能說 現在更加不能說中立 獨立獨立獨立 涵不到入政府總部 大哥 可不可以說獨立思考 當然不行 中立思考不行 以後獨字改為中字 就像我寫的稿 同一間報館寫稿 一罵李嘉誠就改了做地產商 那個鐘是不是中國的鐘 沒所謂 你不要說獨字 要是說熟立 沒有了狗爪邊 很簡單 浪費時間 連獨立思考都沒有 老實說 你要去批評一個人 許貧積你也很慘 說得很醜 一個精彩的人被人罵 就算他是壞人 老實說 有什麼買的 買來買去隔夜燒賣 整定的 又臭又縮 吃了肚子 整定的 泥湯 泥湯就是整定的 泥湯就是喝醉酒 那些就是泥湯 大哥 我覺得很簡單 老實說 你兩位在官場失敗 或者在官場不想負責任 現在人家共產黨叫你再負責任 你就出來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我真的要修正你 是不是共產黨叫他出來 一定是 是不是 真的 如果共產黨不是叫他出來 那些民建聯和 你真的不覺得 你覺得是浪費米飯嗎 浪費米飯 是共產黨都煩了 浪費米飯 是不是自己撲出來 大佬 維穩費7000萬 我覺得撲出來的機會少 一定少 共產黨是希望再下一城 因為再下一城的時候 他就會說 DQ得人心 是不是 可能我是錯的 那時候 現在不是了 民意改了 是不是 香港人終於明白了 在2016年 我們去司法覆核的時候 香港是不明白 現在經過實踐 是明白了 所以民意中擺 所以我告訴你 所有人告訴你 輸了比贏過那些 要不就蠢 要不就別有用心 很簡單 很簡單 是嗎 是嗎 現在人家用民意轉變說 是嗎 即是等於六四 都是一樣的 是風波 首先沒有說殺人 風波的事情 沒有中了性 你看看 大約二十多三十年 我們中國現在這麼厲害 所以是不是殺得對 他是這樣說的 是嗎 共產黨的邏輯很簡單 所以你如果不動色他 你以為和他玩一下玩一下 你就死定了 他很清楚的邏輯 就是香港人 其實梁振已經說過了 把拉布的議員踢走 公開叫我這樣說 WOW them out WOW them out 我在這裡 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說 WOW them out也不行 DQ them out 是的 沒錯 即是暴力 其實也是暴力 也是政變 所以九西選民真的要搞清楚 搞清楚今次 我覺得很多人都後悔 是一個變相公投 其實大家最重要要搞清楚 就是你是不是撐反DQ社 很簡單 都說了 不是說 我天下無敵 而是政府與民為敵 小禮老師是不是天下無敵 是無須證明的 但是政府與民為敵 已經證明了 很簡單 做人很簡單 如果這樣也不會想 我就幫不了 但有一個最惡搞的就是 一個馮檢基 我是民主派 我撐反DQ 一直到今天都是這樣 這個才是最麻煩 簡直是麻煩人 很簡單 看網絡 找照片看 馮檢基在反DQ那裡出了多少力 連你遊行都難 所以就要靠你的高人指點 大佬 很簡單 他經常說我很愛他老婆 但是每天都去喝酒 嫖妓 打麻將賭博 然後說我很愛我老婆 可以嗎 馮檢基是令我想起一位 金融小說的角色 就是《絕代雙嬌》裡面的江別河 江別河 江別河 好 那奉 什麼呢 奉結學兄 九樣失敬 休息一會